一步並坐兩步在遠景陪伴下快步走上樓梯 穿著黑色T恤的就是內湖死亡車禍 曾姓未成年駕駛 年僅15歲的他鑄殺大錯 一次奪走三條 無辜性命 驚悚瞬間曝光 兩名騎士眼看苗頭不對 趕緊下車卻來不及逃 第一位男子被指示撞上連人帶車噴飛 換個角度看整輛車只要衝撞店家牆壁 這才停下 隔壁爐位攤的老闆員工也無辜受到波及 教室駕駛一下車馬上就被帶回偵辦 哪一隻問題就是有點無情 冷血那種感覺 感覺是覺得應該怎麼沒有覺得自己從事這樣 覺得應該就順來去找朋友 以為是小事這樣子 但應該是 警方調查這名真姓少年疑似從內湖阿公家偷偷開車外出 他公稱當時要去找朋友吃飯 因為精神不計才會釀禍 只是車主是阿公少年怎麼能夠那麼輕易拿到車鑰匙 對於孫子偷開車又是否知情都承認後續要釐清重點 有可能要負起民事責任 醫藥費 傷葬費 精神慰問金 於是指出至少要兩百萬起跳 無罩駕駛部分構成刑法過失致死罪 最重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於借車者如果知道借車給未成年還繼續借的情況下 恐怕需要負擔年代賠償責任 另外就未成年的父母如果疏於監督這個未成年駕車的行為 沒有好好管教監督的情況下 依照民法相關規定也需要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雖然警方初步排除酒駕毒駕 但是為了慎重起見還是對少年採集尿液檢驗 如果最後驗出陽性反應 還有可能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最佳一等 該負的責任一向都逃不了 所以馬前邁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